人家說吃米不知道米價 不過你知道嗎 除了白色的米之外 也有彩色米 這是農委會花蓮農改廠 耗食七年 從各式的蔬果中 萃取了天然色素 透過專利技術 把白米穿上了紅黃綠紫的新衣 搖身一變成為彩色米 希望能夠透過鮮豔的色彩 來提升小朋友的食慾 從小養成多吃一口米的習慣 而這彩色營養米 預計年底就會上市 不用洗米 只要加多一點水直接烹煮 煮完之後有淡淡的蔬果香氣 融入米飯 適合幫小朋友帶便當 或者是製作彩色壽司等創意料理 黃色 綠色 紅色 紫色 這些都是農委會研發新的米 米不僅只有白色 還能創造出各種繽紛色彩 農委會的研究人員 從天然蔬果當中 萃取出天然色素 用噴的把漂亮的色彩 噴在白米上 漂亮的外型會特別引起食慾 還能吃盡蔬菜的營養 因為我們有把蔬果的一些萃取物塗上去 所以多多少少啦 蔬果裡面或者是被我們萃取的原料裡面 它有的成分 它會上去 然後例如說像紅麴 大家都知道它是有保健的功效 漂亮的彩色米製品 非常受到小朋友的喜愛 黃色就是薑黃 綠色就是蔬菜 紅色則是紅麴萃取 那麼紫色呢 就是紅鳳菜萃取出來的 透過主廚做成飯糰 壽司或提拉米酥 色香味俱全 現階段農改廠研究人員已經把彩色米技術 計轉給民間廠商 今年底可以上市 初步將走高檔精緻的伴手禮路線 搶攻擬禮盒市場 明天晚報空宣崖 台北報導